看看新闻网 你说不是特别在乎收视率 但是我们也知道你最近参加选秀节目收视率特别好 你觉得这样会不会触及这部戏的收视率 选秀这节目 昨天1.92 我听说了 这真是天上掉馅饼 我一向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 害羞内向的人 当然我在生活中还是蛮可爱的 然后结果 这节目的时候 我是抱着被骂的心态去做 没想到第一期出来之后反应很好 那以后就基本上 这个节目就越来越好 我很开心 然后也是真的是说实话 也真的是被其中的很多的选手们 看着他们长大被感动了 昨天我还跟韩红说了 我说这期节目我们绝对不哭 昨天那期 就后来还是因为一个小姑娘 还是忍不住哭了 反正我觉得很好 看着他们成长 给他们释些梦想 但也很辛苦 因为真的 还蛮累的 还怎么这样 谢谢 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 小明 哥我不行了 小明有一个偏话 就是看你有唱歌 我帮你拿一个 你是不是打算要出唱片了 进去你 歌台 我其实一直都很想唱歌 因为他们觉得我嗓音条件还可以 然后唱歌又是我的爱好 我平常没事的时候 最喜欢就是跟朋友卡拉OK 所以我也希望以后可以 有空闲的时候 再出张专辑之类的 有机会会找韩恒大老师 他说他要教我 谢谢大家